大甲区建兴礼后挫西桥旁的堤防 最近是被民众发现遭到了掏空 出现大约有一公尺深的大洞 地方也担心会影响到周边农田跟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此明代这一天也特别来到现场会刊 并要求水利局要尽速的完成修复 避免酿醇灾害 堤防下方竟出现一个大洞约有一公尺深 这处位在大甲区建兴礼后挫西桥旁堤防 最近被人发现有掏空状况 地方担心若是大雨持续冲刷 恐怕会酿成溃蹄 影响周边农田与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农田与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农田与生命财产安全 不是说跟人家的 跟老婆的都丢 这个以前我们台中县政府一阵 大概五六岁的那一代做的 都没记错 没记错现在就去年就叫军军下去了 军军都过去掏空 而明代这天也特别到场会刊 并要求水利局能尽快协助修复 避免酿成灾害 市府水利局也表示 将编列65万元进行提防改善工程 预计最快在3月底进场施工 这个不赶紧来做处理 其实这很危险 那当然我想在这个日前 我们也这个召集了市政府的水利局 那我特别也感谢水利局 发现这样的问题 那也赶快的这个大概 预算大概六七十万 要赶快来做一个补墙 现在就希望在兴起以前一定要做好 不然现在如果要帮下去 人家煮火跟整个农田就会赢到 未来市府水利局将进行50公尺的基础补墙 与15公尺的护岸改善 趋势完工后将能补墙提防强度 解决民众的安全疑虑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